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检查结果医生判断波索纳洛可能是肠阻塞 恐怕需要紧急安排手术 面对民众担忧波索纳洛发文报平安 说自己精神不错 感觉也很好 不过外界猜测波索纳洛会这样 可能是2018年被刺伤酿成的后遗症 支持者扛上肩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刺伤 2008年波索纳洛竞选总统败票时 逮脱的这一刀让他伤得不轻 一度失血四成 差点踏进果门关 而之后波索纳洛更是多灾多难 去年7月波索纳洛因为轻忽巴西疫情严峻 结果自己确诊新冠肺炎 虽然最后康复但之后出席公开场合时 时常不停咳嗽 不但健康状况成焦点 近来又陷入疫苗采购弊案和弹劾危机 波索纳洛这回再报需要紧急手术 无疑是蜡烛多头烧 三立新闻高情报导